为了预防农作物受到鸟害侵袭也降低农民的防治成本 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一款农幼杆汁雷射驱鸟装置 能够以不规则绿光雷射来惊扰驱离鸟类 并且有计时器和太阳能供电系统 可以根据不同作物及驱赶对象调整运转时间 大大减轻农民花载驱赶鸟类的热力成本 受到鸟害一直以来都是农民最头痛的困扰之一 尤其是在林山区域或是秋冬季节危害更是严重 目前常见的驱鸟方式有以生硬、图像、光影或是人工威吓等等 但鸟类通常都能快速学习食饮固定的方式或者设备 使驱鸟的效果不张 而架设捕鸟网以及放射毒药更有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疑虑 因此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一款农用杆汁雷射驱鸟装置 来预防农作物受到鸟害侵袭 鞭炮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对我们平均在用的话差不多一分地到两分地的话 一个月差不多要花到三千五到四千块之间的这样的成本 然后直到去年我们开始合作了水稻 那个时候我们在天理市的时候其实就是成果蛮好的 因为那个灯一打下去你就看到乌云密布的飞起来跑走这样子 对所以一万多块如果你摊提个两年 那你基本上你本钱就回来了 这个东西其实利益大于弊啦 这项装置能以不规则的绿光雷射驱离鸟青 并且有计时器及太阳能供电系统 能根据不同作物及驱赶对象来调整运转时间 而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更能连续使用五天以上 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有目前有麻雀啊鸽子啊还有乌头 那我们也有跟那个我们那个一些农友配合一些 我们有测试过那个那个叫燕鸭的部分 我们也有测试过 那成效如何 目前大部分的话我们我们田区的话是设置小麦 小麦的部分我们田间试验的话 目前是有大概有四成到五成以上的那个 那个驱离力的效果 其实它的效果其实还蛮显著的 花莲农改商表示雷射驱鸟装置 在去年底已取得新型专利 今年将完成技术转移 期待未来能广泛应用在水稻 杂粮蔬菜等作物 在不伤害鸟类且相对友善的驱离方法下 降低鸟类对作物的损害 也减少农民寻田耗费的时间成本 记者徐立琴既然相报导